通常呢 你看到电动车的引擎式是这样子设计的话 就代表着它会兼容这个 Hybrid 或者是内燃机的版本 这辆车会有一个 1.5 Turbo PHEV 的版本 在中国是这个吉利银河新建期啊 没有期错的话 然后马来西亚会不会引进 大家就猜一下啦 我觉得大概率是会有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 官方有表示 它的这个电池可以让你经历 2500 次充电 就是从 0 到 100 再从 100 到 0 这样子循环 2500 次 OK 各位观众朋友呢 在我身后这个就是吉利的银河 E5 啦 或者你可以叫它 Proton Emax 7 没有错啦 今天 Proton Emax 就邀请我们来到这里来试驾这一款车 其实这一款车呢 是中国的媒体从这个中国的贵阳 一直开开开开开开 开到马来西亚来 你没有听错咯 他们是开电动车从中国来到马来西亚 然后这两车已经开了 极限公里 然后它的这个可靠性其实是进行了一个认真啦 然后我今天也很开心 就是他们邀请我来试驾这辆车 然后这辆车 据说他们花了很多兴师 那么这辆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接下来的影片会跟大家讲到 如果是讲大家喜欢这个 Proton Emax 或者喜爱 Proton Emax 的话 先帮我按赞订阅 分享一下我们的影片 然后今天的影片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辆车的细节啦 我们通常都是要看一下外观设计的部分 这个外观设计据说会跟 Emax 7 是一模一样 除了那个 Logo 以外 因为它是一辆电动车的关系 所以你看那个 Logo 的部分 它是没有水箱护照的 这个是为了一个更好的风阻系数 然后这个头灯主器是亮起来的话 它整个视觉效果是不错的 而且它是有这个 Projector 它不是那种反射式的 LED 所以这辆车你可以看得出它的 Cost 是高的 然后跟大家讲一个秘密啦 就是这辆车除了纯电动版本之外 它会有一个 PHEV 的版本 那么这个 PHEV 的版本会不会来马来西亚叻 嗯 大家要去期待一下啦 然后我们看它的 RIM 的设计部分 RIM 的设计部分是有点像这个翅膀 然后几个翅膀围在一起 然后它的这个尺寸是 235 50 R19 然后这个轮胎可以给到这辆车一个比较稳定的高速驾驶 概为了 4 到 160 我对它的稳定度是有蛮期待的 而且它的 Suspension Tuning 是 应该是我开过所有的吉利的车款里面 我觉得它的任性最好的 所以驾驶的确实有 不过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它还是一辆家用的 SUV啦 所以不要对它的操控有期望很高 就是可能可以像 CS5 那样 基本上是没有啦 尾灯的设计个人很喜欢 因为它有这个 3D 效果 如果你方向前看的话 它是这样子一条一条的设计 然后晚上看的时候真的是很好看 因为那天晚上其实我看过了 所以我对这一个 呃 它的尾灯组设计就很 印象很深刻啦 不过那天就有一个人告诉我 就讲你们看中国 design 的车 其实它们的设计风格是大同交易的 你这样子看的话 跟其他中国品牌的这一个设计 我们是从这个中国的贵阳开到双溪版啦 然后辽国 泰国 然后到马来西亚 然后之后他们会回去啦 我觉得这两车咧 如果可以经过这样子的形成的话 它的稳定度是高的 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 给我知道啦 银河一五的这个后座的这一个 它的这个后箱的空间表现就是这样子啦 我觉得它的开口可能有点高 但是平整度是不错的 然后你打开这个杖板哦 它下面还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置物空间 这个确实还蛮夸张 然后他们也表示如果倒屏的话 你可以放一张D-LAM在里面 就是你可以当做录影使用啦 OK 这个空间表现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啊 我觉得还OK的 通常呢 你看到电动车的引擎式是这样子设计的话 就代表着它会兼容这个Hybrid 或者是内燃机的版本 这两车会有一个1.5Turbo PHEV 的版本 在中国是这个吉利银河新建起啊 没有起错的话 然后马来西亚会不会引进 大家就猜一下啦 我觉得大概率是会有的 这个是银河一五的充电口设计 大家会不会发现它跟马来西亚用的规格是不一样的 没有错 其实这一个E5它的充电口跟马来西亚是真的有不一样 一般的那个电动车啦 然后呢 官方有表示银河E5的电极是11.1 但是Proton EMA7是12.1 主要就是因为马来西亚版本 会去更加符合欧洲的规格 充电口等等也是会不一样 然后呢 它用的是CTB的技术 大家可以看这辆车这个重心其实不是很 不是讲重心就是它的离地高度其实不算很高 它的这个电池组呢 是在这个底盘 它跟这个底盘的 确实是融合为一体的 因此呢 它的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重心 所以开起来会比较稳妥一点点 然后除此之外呢 官方有表示它的这个电池可以让你经历2500次充电 就是从0到100再从100到0这样子循环2500次 比一般的电池高25%它的寿命 另外呢 这个电池组也是吉利自己开发的神盾短刀电池 它是一个零酸铁力的电池 而且它的这个能源的密度会比这个 比亚迪的这个刀片电池更高 所以它的续航会不错 那么我现在就来讲它的马力的部分 这辆车的最大马力表现是215 HP峰值扭力表现320Nm 官方表示呢 它的0到100加速是6.9秒 然后实测是6.75秒左右 然后它的续航大概是400多km 它在中国有两个版本啦 最高的是400多km 那个是CLTC的测试值 WLTP暂时还不懂 那个等它以后上市我们就会知道啦 所以大家觉得这辆车怎样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OK啦 这个就是这个银河15的内装设计啦 只是这个设计风格呢 其实还是蛮简约 然后跟其他的中国车也很像啦 就是前面一个数位化仪表 然后一个很大很大的触屏主机 然后剩下全部button都没有 然后这边有一个Flyme Sound的这个speaker 然后它据说它有这个3D音响系统啦 然后除此之外呢 它的这个 头枕其实也是有built-in这个speaker的 他们有一个知名公司合作 就是讲这一个 呃 会有一个很出色的3D环绕系统 但是等下我们才来测试啦 然后这个触屏主机呢 就是这个Flyme OS 我不知道大家这样子看 看不看得清 但是呢 它主要的整个使用起来就很流畅的感觉啦 就是跟这个魅族的手机一样 大家都知道 这个魅族手机就是出好没有 它的System做得很好 然后魅族现在也被吉利收购了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系统整合到这个车机里面 未来马来西亚版本的eMark 7呢 也是会用这个Flyme OS 而且呢 马来西亚版本 会有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然后刚才他们也有重点提示呢 这个旋钮其实可以控制车辆很多的功能 像是音量啊 等等等等等等 OK啦 我思想complain 这种 呃 用大荧幕的没有实体 按键很难调Apple CarPlay 可是这一个是可以的 首先你按着这个Button 它就会有几个模式给你选择 例如讲我可以 我现在选这个冷气 我按了下去之后 把它关掉 然后如果我需要调冷气的风量的时候 我按一下 我就可以这边调冷气的风量啊 看到啊 所以这个算是弥补了 它没有实体按键的一个Solution 那我觉得还不错 可以接受 然后这个白色我不知道那个马来西亚的消费者觉得怎样啦 白色可能真的是比较容易肮脏 但是叻 看是真的很好看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抬头显示器 然后以这个抬头显示器的这个资讯也比较清晰 那跟其他的品牌相比的话 它就是有很多那种彩色的资讯 然后有这一个车辆 然后可能在驾驶的时候还会给你看到一些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一个就是它的抬头显示器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边就有一个50W的急速快充 无线充电50W 包括如果你是用iPhone的话 你肯定是用不到的啦 iPhone就是这种Battern 当然下面也是有一个中国车专属的 这一个很大很大的植物空间 包包可以放这边 然后差不多它的那个内装就是这样子啦 等下我还蛮好奇它试驾起来会怎样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 这个就是银河一五的后座的空间表现 我只可以讲它是真的宽 然后这个座椅的设定也还蛮舒服的 坐上去的话 如果先讲你的这一个老婆孩子坐后面应该会很舒服 你的岳父岳母也会很喜欢 只是420km的Range 适不适合跑上去 那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啦 OK 我换另外一个Angle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空间表现是真的很宽 尤其是它的这个地板哦 地板因为它是电动车的关系 全屏 所以中间坐大人 或者是讲你的后排坐三个大人 应该是问题不大 如果你要更舒服一点的话 它有这个中央扶手咯 然后上面有一个全景片窗 整体的这个空间表现 头部也好啊 还是这个脚部空间 看我的脚部空间 超大 我觉得它都没有任何可以挑剔 然后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很强的空间表现 就是它的椅子倒屏之后 它可以塞一个 呃 就是可能Single bed 给你在里面睡觉 就是当一个 露营的工具这样子啊 然后加上它是电动车嘛 所以你不用担心在里面睡觉开Aircon的话 你会液氧化碳中度 然后后面还有这个冷却的出风口 跟一个USB 台湿 跟一个普通USB 基本上它的后座空间表现就是这样子啦 然后这辆车呢 其实也是有这个Level 2 的 半重驾车辅助系统啦 这个是肯定有的 这个是不需要讲的 所以 你觉得这辆车怎样 我觉得overall so far 它的package来讲的话 我觉得暂时是没有什么 可以挑得出的 缺点啦 唯一的缺点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白色的Leadero 这个马来西亚人 一定会吐槽的 这个是一定的 因为之前有一些厂厂已经试过了 给白色的Leadero 结果给消费者骂到改回黑色 所以我相信马来西亚老板们 应该都是会黑色啦 Proton 做马来西亚市场做那么多年 没有理由不知道的对不对 通常电动车是很安静的 可是这辆车有个提示音功能 来我现在示范一下 这个提示音功能还很好玩一下的 看到吗 它会跟你讲话 注意安全 对 很可爱的这个东西 OK 现在我们就试驾这个 吉利的银河E5 这个是我第一次试驾这辆车啦 然后这个是一个 呃 左驾的车型 OK 那么我们就试试看 它的这个操控表现怎么样 可以出去了 OK 现在我们是往右走 出发 OK 首先起步 电动车的起步就是 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很smooth很快的 很流畅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跟在这个车道 然后 这个是一个高速圈啦 不过我们的速度最多是110而已 等下试试看 稍微减速上去 OK 哦 OK 撑得住 这个底盘撑得住 body roll会有一点 但是它撑得住 接下来就是这个直线加速 Full Trotter OK 线不够它大概是160这样的条直线 OK 烧射度烧慢点 然后我们再次上这个墙壁 就是这个高速弯的墙 OK 维持速度110 整个底盘OK 然后我满surprise的是它的隔音很好 隔音很近 完全没有这一个轮胎的噪音 然后再试试看直线加速 Full OK 差不多是160 这条直路它差不多可以去到160 但是他们该也是有讲 这辆车的0到100加速 大概是在6.9秒 实测6.75秒左右 所以动力表现是不错的 然后加上它是用这个Cell2Modi 就是CTB啦 就是它的电池组是藏在这一个 车身的底盘里面的 这样子的话它的重心会比较低 然后它的这个车体刚性也比较够 所以整体下来 这辆车我试下啊 稍微一个 这样子一个蛇形 OK 撑得住 body roll不明显 OK 这台车的操控表现是 应该是我开过 所以有吉利车款里面最好的 因为其实我在中国我有开过很多吉利的车款啦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 还蛮可以接受一下的 因为其他的车子扫车线不是太软啦 就是这个方向盘的手感太模糊 OK 我们这个试驾就大概是到这边 然后等一下我们去路上试驾的时候 看它在马来西亚公路上面表现会怎么样 OK啦 我相信我是马来西亚 第一批驾这个银河E5在公路上 或者是E Mark 7 在公路上面的人啦 那么这款车在马来西亚的公路上怎样 因为刚刚我们在这个试驾的赛道内路很平 所以基本上感觉不到什么东西 但是它的Handring是真的好 那么在一般的道路上咧 你也知道马来西亚的道路是摇摇晃晃很多洞的嘛 那么其实它的悬吊设定还是会属于舒适的一个地方 那么它的Handring部分 如果我是compare with Proton S70 的话 它肯定好很多 呃 我们刚才其实大概是行驶了一段路 大概是有一个10km左右 我觉得它的这个steering的反馈真的是不错一下 额 路感还蛮清晰一下的 然后辅助力道也足够 就是刚刚好的地步 然后悬吊的部分在应付这种比较软的路况 它就是真的是 我觉得还需要有一点点加强 就是它的这个鱼震会有一点点多 虽然我讲它是舒适的设定 但是我觉得它稍微是要硬一点点就好 不过我不担心Proton的版本啦 因为Proton的版本它们现在在进行道路测试 然后它们慢点会先去东嘛 所以应该会有相对的调整 然后除此之外呢 电动车的动力我相信我需不用去讲太多了啦 这辆车不管是在加速还是隔车的时候 其实它整体的这个线性 它的动力是蛮线性一下的 就是很Smooth 很快 然后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从这一个 我的Mic 听不听得到就这辆车真的超安静 因为你知道马来西亚的这个波油路其实是比较粗一点的 如果那个轮胎去摩擦的话呢 你的车子更运不好就变到你的车很吵 但是这辆车我大概现在驾着90左右 基本上听不到什么轮胎声 然后我旁边的朋友跟后面的朋友 他们也是讲这个车的隔音很好耶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最大的卖点应该是它的隔音 然后隔音的部分其实也是吉利的车款 不需要太担心的地方 你看就算像是X70都好 就算是这样老的车子它的隔音表现 还是在通缉里面最好的 所以这点我不担心 那么这辆车我觉得如果是在马来西亚的公路上面 驾驶的话我最K的地方是那个 有一点点偏软的悬吊 虽然讲偏软的悬吊 可能做家庭车它是OK的 可是哦 我觉得可能如果是讲你真的是在甘坊路啦 有些那种凹凸不平的甘坊路上面行驶的话 车你才可能会硬车 但是我很surprise的是哦 它是怎样做到悬吊软 可是它有一定的支撑性给它的操控表现会好 这个是我蛮surprise的地方啦 不过剩下的东西我就没有太多可以分享了 因为基本上就是跟我赛道内试驾的一样耶 高速的稳定性OK 然后动力OK就是这样子啦 这个是一个简短的新车介绍 我有一百个理由相信未来Proton的版本 也就是Proton E-Mars 7 会更好 OK啦各位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这个 吉利银河E5 的新车试驾的影片啦 然后我有点要认证的就是这个 420km 左右的这一个是普通版本的Range 如果是Lange Range的话它的续航是530km左右 哦我忘记问了你们这个是哪个版本 不过相信通常都是530km的版本啦 那么你觉得这个续航表现对你来讲够不够用 足够的话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还有你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都可以给我留言跟我们讨论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